一身嘻哈装扮好久不见的艺人艾莎 再次展现歌唱实力 难得登台表演 是为了替台湾霹雳舞神童娜娜站台 一身全白超级帅气 完全不却吵 这位娜娜可是大有来头 今年才9岁 已经夺下法国韩国等霹雳舞世界大赛冠军 参全是台湾之光 如今推出个人单曲 找来艾莎姐姐合作 感觉又回到那种歌手的感觉 跟娜娜一起合唱 会觉得好开心 而且她又是世界级的 这么出名的一个B-boy 因为我主攻就是在 Breaking这上面 所以会比较少接触其他舞风 会比较不太习惯 我的偶像 罗志强我希望你下次能 跟我一起跳这个舞 韩欢偶像的罗志强 下回可以跟他一起跳舞 娜娜从五岁开始学舞 展现超龄实力 先前还跟昆达欧帝 熬犬一起Battle 哥哥们的舞技如何 她这么说 她们舞技很好 只是她们现在年纪 年纪已经在一定的程度 没办法发挥一定能力 小时候跳的时候 就是整个身体都很轻 都没有任何的 什么肩膀痠痛啊 压力啊什么都没有 她想要表达的是这个 并不是说 娜娜同言同语 让艾莎赶紧换家 而今年41岁的艾莎 离婚五年后 被职集身旁疑似友 男伴相陪 她也大方回应 幸福啊 目前为止 我到现在最开心 最自在 最舒服的状态 再婚 我没有想那么多 关于大嘴巴能不能合体 艾莎表示目前无望 不过她也透露 接下来自己会有新作品 让粉丝们好好期待 笔直信用六级陈伯和陈冠达 SNG小组台北报道 动态摄影师